欢迎来到桌游拌饭 我们一起来聊桌上游戏 本期节目由桌游菜鸟赞助 感谢桌游菜鸟 今天要介绍的是桌游菜鸟所代理出版的《士卒》 《士卒》算是一个轻度策略游戏 游戏时间玩起来大概两个小时 玩家需要思考如何花费自己有限的时间 在地中海的激烈竞争中得到最多的声望 这个游戏我们会玩六大轮 每一轮由两个时期所组成 分别是太阳符号所代表的新盛时期 与月亮符号所代表的衰退时期 等等我们都会用太阳与月亮来做简称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玩家版图 玩家在拿到玩家版块时 就会发现最上面有一排所谓的行动格 这些格子是有数量限制的 只要格子用完就代表你不能做任何事情了 在太阳时期 轮到你时 你可以从场上拿取一个行动版块 刚拿到的行动版块 你就要把它放在自己的行动格上 这个行动除了要付出左上角的金钱作为花费 还要拿取对应的沙漏标志 沙漏标志代表你所要付出的时间 例如说我拿了这个蓝色板块 支付花费后它会贴满一格 然后我必须拿取三个沙漏指示物 当我拿取沙漏指示物时 一般来说一格要放一个沙漏 但我这时候也可以做出一个选择 把两个沙漏放在同一格 就像请工人加班 你可以马上省下一格的空间 但是游戏规则的规定是说 下一回合你就会少一格可以用 这个机制就很像是 如实战技的超载 这个回合多一个行动可以用 但你下一回合就少了一个行动 这个机制在桌游设计上 我觉得是比较酷的一点 其他桌游比较少看到这个机制 说白了就是一个借贷的概念 把下一回合的行动用过来 好 接着要介绍的是行动区域 这边有六种行动 游戏的得分手段是 打出文明牌来盖建筑物 专家的等级通常就是 打出文明牌的条件 那我们总共有六种专家 那分别是商人 贵族 学者 士兵 祭司 还有工匠 玩家可以训练不同种的专家 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把手上文明牌打出来 获得卡牌上的能力与分数 例如说场上的哲学家行动格 就是这个蓝绿色的区域 在这边我们可以训练我们的专家等级 例如说我可以训练两种不同的专家各一格 可以让我们累积自己的专家等级 排列越前面的专家训练的费用相对较低 法学家的行动格则让我们拿取文明牌 拿取文明牌会先放在手上 以后我们可以打出 法学家的栏位我们会一次开八张牌 玩家可以观察哪一些牌比较适合自己 蓝色的区域是探险家的行动 让我们可以盖房子在这个地中海的地图上 地图上有三大颜色的区域 房子是非常厉害的建设 但是需要支付的时间通常也最多 这些房子除了会给我们一次性的奖励 还会有每一回合结束的被动收入 如果我盖房子在同颜色的区域 玩家一次性获得的奖励会比较大 而若盖在不同颜色的区域 玩家每一回合领取的被动收入会比较多 那这时候要盖在同颜色还是异色的区域 就要看玩家自己的取舍与选择了 那剩下的规则我们这边就不细讲 大家可以去看弥生的影片 他们有完整的氏族教学 那游戏过程就是在上述这几个区域中 规划我们的行动 培养专家 建立自己的资源引擎 盖建筑获得专属的能力 在这六轮中看大家如何玩出自己风格的氏族 接下来进到游戏机制的部分 我们认为氏族它结合了很多的游戏机制 如果是对策略游戏比较没那么熟悉的玩家 可以在这款游戏中玩到各式各样的机制 机制有以下的好几种 第一个区域控制 占领领地得到奖励 竞争场上为数不多的区域 第二点 行动管理 如何规划有限的行动格 行动的先后顺序该如何取舍 第三点 手牌管理 管理手上手牌的数量 适时抓取符合自己属性的文明牌 第四点 资源管理 依照手牌需求来训练专家的等级 规划行动的花费 同时也有代表快速行动的小方块 帮助玩家调配资源 可以更简单地打出文明牌 然后还有成就系统 竞争不同成就的第一名 最快达成的玩家 可以获得比较高分的奖励 最后就是得分系统 一直收集某个符号 也可以累积属于自己的得分引擎 视组比较不同的特色 是视觉化的行动 可以做哪些行动被视觉化了 只要是可执行的行动 都会有代表的行动片在场上 这些行动片数量是有限的 一旦被别人拿走的话 就不可以执行了 但游戏设计上 每类型的行动片会有复数片 它们的差异是不同的代价 有些可能花钱不花时间 适合土豪类型 每秒收入几百万的玩家 有些花时间不花钱 适合那种解锁超多行动格 时间满出来的玩家 除了可以做哪些行动被视觉化 我所剩下的行动数量也有被视觉化 玩家可以看到自己剩下几格 去计算你想做的行动 要花费多少时间 预估会占领哪些格子数 是否要借下一回合的行动过来使用 六种专家的设计也比较不一样 这个专家等级上升会到一个临界点 超过这个临界点就要牺牲专家等级 例如说下面这一排是祭司与学者 同一排的专家总等级加起来不可以超过六 例如说我的祭司已经在四等 学者已经是两等 他们在版图上就会碰在一起 当我的祭司要在升一级变成五的时候 学者就得要扣一等变成一 试足在规则上其实没有很复杂 讲规则也是相对轻松 教学的话大约十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 还蛮适合轻度作用玩家 虽然规则简单 但其实这款游戏每回合思考累积上去的话 玩起来时间也需要到两个小时左右 游戏目标是尽量打出与收集文明牌来取得分数 其他的行动都是辅助得分 不同的文明牌提供不同的能力 让玩家彼此在这之中累积出差异 可以规划属于自己的策略 总体来说市族是个组合包 把很多机制融合在一起 分了很多维度 但学习的压力不大 以上就是市族的介绍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桌球菜鸟赞助我们 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